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已经算出来了 大概在8077了 所以今天的低点8149 离8077大概差了780点 很接近 所以为什么今天低档有人要承接 你要知道各种的一个道理 所以回档修正的满足点 既然已经逼近了 已经濒临沉下了 你的一个动作要积极 多投行情 看支撑 有回档修正 你不买 什么时候买 这我今天告诉你一个策略 所以行情是不是多投架构 我们上礼拜把之前的操作经验 包括6143的政要 对 它的一个涨务超过一倍 当时候一月份 40块钱附近买 押为44 45加码 到今天为止84块钱 低档第一个时间点跟着买跟着加码 你可以获利一倍 3556的一个何瑞亚也是一样 三重底的一个形态 当时候51到55很好买 买完之后今天股价来到127 涨幅都超过一倍 所以今天的一个操作 创下波段新高 我们累计的报酬利 让会五成 你觉得难吗 你觉得有没有办法办得到 之前的成功的经验 不管是何瑞亚还是政要 我们有办法 让你低档跟我们买 跟我们加码 涨超过一倍 你觉得今年度的行情多还是空 你觉得今年度的行情 有没有办法创造成数的 倍数获利效果 不要错失了 这个盘 今年度的大行情 去年的行情大家都很坏作 今天的行情 看你要贪多少 跟对人赚五成不赚什么 操纵 4月17号 突破月季线 我告诉你 今天现买现工涨停 开梯走高 突破月季线同时 跟我进场做操作 EPS大幅度成长将近 一倍的一个操纵 买在五六十块钱 很便宜 真的很便宜 买完之后股价涨了35% 涨完35%之后的回档 我怎么告诉你 可以把它接回来 回档修正的过程 我一再提示你操纵这段股票 很强很强 强在它的基本面 强在对散热模组的一个市场的需求 随着NB 随着平板电脑 随涨船高 这是一个趋势性的概念 所以我们在5月14号提醒你 它很强 5月20号告诉你 还是很强 涨完35%的一个操纵 还能涨多少 拭目以待 28号能涨多少 看它洗筹码的一个程度 融资育额被洗得差不多了 剩4000张而已了 你越不敢进场 我越敢买 在这个平台整理区间的一个架构 71块钱附近很好低肩 很好买 我们不是只有买这个位置 对 50几块钱告诉你可以买 撞完35% 要不要切回 在这个整理的一个过程当中 每一位会员都跟着买 71上下 我会不会带你们买 你很清楚我的看法 所以一档股票的一个市场上的需求 散热模组 产业材料没有问题 平板店还是当今的一个主流产品之一 所以配合着筹码漂亮 月线技术形态颁扬助长 所以股价有没有跌破月线 有没有跌破月线 没有跌破月线 融资余额又在低档区 这样股票非涨不可 上礼拜五漂亮 创破段新高 我为什么告诉你继续赚下去 涨停板不急着卖 涨停板真的不急着卖 因为它还会继续涨下去 所以今天一个操纵的股价 继续的上涨 半根停板 光是这两天 我帮你多赚了10% 71块钱附近有买的15% 35%加15%才50% 所以你说100万要变成150万 在今年度这种行情 我也没有办法办得到 我们给你分析不是一天两天 我们给你一个持续性追踪 如同在照顾会员一样 波段式的操作 不是出一支嘴 我会做给你看 去探听一下会员如何撞到 50%的一个操纵 所以就于今天的一个操纵 来到波段新高80了 50几块钱买 71附近再买 80量价有没有对称 量价没有不对称 OK这两天一个量价结构 代表它还会再涨 这是我的一个分析 所以我们对于每一档股票 会从价值行李投资八大要素 来一一帮你做检视 来一一帮你做追踪 只要都是多方的一个趋势性 一个架构 这样股票 就是这样谈 就是这样五成 那我也不会夸大几下 说用农资买的125% 不需要 我们是很扎扎实实在带会 你操作 你只要把你一个资金准备好 我相信用我的专业 跟你一个资金相结合 我们会合作得很愉快 操纵不是高价股 中低价位水准股票 对从低档区 这个位置 4月17号50几块钱 开始带你买 上去的过程当中 冯肥 也没有带你买 对 5月17号最低70块4 71附近真的都买得到 好不好 所以整个一个架构 在它的一个融資预 被洗得相当干净的情况之下 股价今天来到波端新高 这就是你要选择的 主流性标的 对 站在专业分析师的肩膀之上 我相信你的眼光可以看得更远 你会赚得更多 上礼拜五我们也介入了一档股票 上礼拜五的大盘好看吗 不好看 对 连续两根黑鸡棒 我说西波回档修正 它的跌势有限 所以在上礼拜五 这档股票 两万多张的一个成交量 就测试要告诉你的 模组厂的获利王 基本上给你买得很实在 两天两基掌停板 好不好 这档股票 经年度的第一季获利 超越去年整年度的水准 光是经年度第一季 它的一个获利的一个水准 就超越去年整年度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上次 这边形态突破 买下去 会涨两根停板以上 涨两根之后 平移再突破 会不会两根 这又成功的经验 值得你来借重吗 我的看法 有没有对 今天它再度的拉出 一根涨停板 所以这档股票 我们在上礼拜五 我还告诉会员 要试价买进 第一季获利3块2 超越去年整年度的获利 试价买 对 两万多张一定买得到 今天股价再度的停高 来到6块4 两万多张 不是200多张 投机性的股票 对 蔡老师不会带你去买 不需要去拼 我是带你投资 股票市场上讲究 是一个长期的投资报酬力 如何每天用扎扎实实的功夫 来看待你的每一份资金的运用 这一点我会帮你看守得相当好 所以这张股票 两万多张 两万多张 今天 攻涨停 虽然大盘今天跌了53点 那强势股呢 上礼拜五就涨停了 今天第二根涨停板 两万多张 上礼拜五两万一千多张 大量的股票就是好进又好出 你想买几张 市场上就有很多的一个筹码供应给你 所以对这张股票的一个介绍 我没有告诉你 某组场的每股获利王 第一季跳跃是成长 获利即增三倍 第一季每股盈利三块二 超越去年整年度的实在的一个绩效 就是这张股票 对 很清楚 两天两根涨停板 所以上礼拜五 有没有带你进 上礼拜五市价进去 一定买得到 保证全部成交 因为两万多张 对 今年度第一季的获利 超越去年度整年度的水准 所以这张股票 你到我买会安心 礼拜五跟今天大盘 走势都不是很漂亮 张股票两根涨停板 礼拜五市价买 今天是不是来到波段新高 今天继续攻涨停 漂亮的一档机优性的个股 所以当然今天 它的一个量价 也没有失控现象 安心的抱下去 多多航情赚两根停板 真的不算什么 超纵已经累计获利50%了 你要不要像有之前的 政要的一个操作 一倍的一个涨无 和瑞来的操作 超过一倍的一个涨无 所以这张股票也是一样 桃园航空城的该领股票 在之前它这一波 它大涨超过一倍 对 过去了 来不及参与了 现在要不要参与 现在要不要参与 整理超过半年 我告诉你 它的题材性极加爆发 大盘重做得很好低接 老婆近一点 5月23号大盘跌了160 黑K棒下去买 有没有大涨 有没有大涨 老婆连日期一起照 OK 谢谢 上礼拜是大盘又压回了94点 我们告诉你又是进场机会 我专门逢低承接 上礼拜五 来到波段高 大涨 你跟我买在黑K棒的 哪一位会员没赚钱 你跟我买在相对低档的 哪一位会员没赚钱 今天股价盘中 一样来到波段新高 我还是要提醒你 这档桃源航空城的概念股票 不是荣运好不好 它有让你赚大钱的机会 之前过去的涨无超过一倍 你来不及参与 这次我的一个操作建议 会不会像之前的 何瑞雅 增雅涨无超过一倍 会不会像这次的一个操作 累计五成 我相信你的感觉 应该要有所因应 我们的一个公开分析的 一个操作股票多那么犀利 接下来动作 不要上市了蔡老师 让你一个资产 产生倍数获利成长的机会 欢迎你加入我的行列 休息一下 稍微到金门逸现场 财政部台北市国税局提醒您 自民国101年起 取消军要薪资所得免税 有关扣缴及申报问题 请加各地区国税局 购物消费请使用电子发票 可对价可捐赠 方便又环保 第一手资讯建在亚洲头部手机APP 资讯电话 022-2578-3777 2578-3777 超越大函 领先市场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头部 共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头部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头部 亚洲头部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自己电话 022-2578-3777 2578-3777 022-2578-3777 亚洲头部 2578-3777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头部 头痛 请用五分钟 爸爸 儿牌气密窗 专利复了是岛块 学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 3.5倍 有了儿牌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 也是 代用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宏达店今天上涨了14块钱 你之前看我 请问我在280以下买的 哪位电视观众 没有赚到这档宏达店 今天股价的一个价差 在上礼拜一 我还是提醒你啦 这档宏达店 当天收盘279.5 最低277 我说280以下当然可以买 肯定的答案 肯定答案逢低买嘛 所以反市场的一个操作 我说过不是呼口号 不是光说不练嘛 真正的一个赢家的一个操作思维 你爱照这种模式 不要乱追 但低档的一个买点浮现 我就带你承接啦 所以这档宏达店 你可以看一下 上礼拜 收盘279.5可以买 肯定的答案 那礼拜二呢 是不是红K棒 但我说过要补量 那礼拜三我说这量补的不是很漂亮 虽然开高走个小低 中性看淡 因为前波的起涨位置没有被跌破 你就安心的抱下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它从305回档修正 就打拨 默契 稍微差一点 从高点回档修正下来 不管是58 13天 在280以下 我是不是告诉你要站在买方 转折了起涨点 成本均没有被跌破 安心续报 到上礼拜四 我已经透露出一个重点 HTC的New One 这款手机 外资圈 欲为地表最强的 Enjoy的一个手机 比Sansung更厉害 所以目前来讲 法人圈第二季预估 它会500万只的销售量 这我上个礼拜是 透露给你一个消息 那今天有什么消息 你知道吗 今天为什么 红达电上涨14块钱 为什么 亚马逊公布 HTC的New One这款手机 在智慧型手机的一个 销售旁边榜 第一名冠军 比Sansung的S4强 比苹果的iPhone 卖得更漂亮 这我们上礼拜四 已经告诉你 明确的一个答案了 你给你看 上礼拜四 地表最强的Android手机 就是宏达电的New One 你有没有看到 所以今天 适时的公布 这样一个消息 你认为 蔡老师在法兰圈的一个资讯面 有没有帮助到你一个操作 业绩 会不会来到500万支 在美国的一个 亚马逊的一个网站 公布的一个讯息 Smartphone的一个销售 旁旁 No.1 就是宏达电 这一款New One 所以我之前已经告诉过你了 200以下的买点 有好几次 去回顾一下 有好几次都在280以下 我都告诉你可以买 包括上个礼拜一 你最担心的一个时刻 来到波段低点的宏达电 最低打到277 肯定具有一个答案 有没有帮你创造十几块钱的利润 这是你要掌握的讯息面 所以整个宏达电 280以下的买点 到今天290.5 这条线280嘛 280以下很好买 慢慢的买 买完之后有利多消息 就拉出中餐红了 不是有利多消息 才乱去追股票 知道我的意思吗 就像联邦科 当时候在380附近 我告诉你不要追 因为利多消息一直在发布 一直在告诉你好多联邦科 第二季甚至下半年 忘记的题材面的一个讯息 你看了会冲动 没人给你尊责 你想要买 我们提醒你 380不要去追 你一定有低阶的机会 我讲了大概两个礼拜 在这附近 不要轻挤妄动 但是等到他回党修正 来到360以下 上礼拜你只要有看我一个礼拜的节目 我相信职位票价 今天跌怎么办 对吧 你期待 我会告诉你清楚答案 所以林马克在上礼拜一 刚刚回党修正了27块钱 第五天准备转折向上 礼拜一的358 收盘360 360以下 当然可以买 礼拜上涨 你看我怎么分析的 最外的情况再挣一次 如果再挣下来是加码点 礼拜三还是提醒你 如果有挣下来一个机会 那是你的一个进场 我连续两天的分析 虽然他连续两天上涨 那我为什么把最外情况告诉你 我在代物源操作的任何一档股票 它的一个风险到底在哪里 我掌握得相当清楚 所以你来跟我合作 这个操作过程当中 你不要去担心风险 因为我会帮你控制好 你要的是把你一个 现在的持股状况让我知道 因为前两天在会场 收了蛮多的会员 持股一箩 没有集中火力相当可惜 所以你现在有多少的持股 或是有多少的资金 想要让蔡老师知道 跟我进一步合作的 希望今天的一个节目看完之后 你要付诸行动 因为西坡的一个修正 满足点差不多了 会不会来到8077 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是你的股票会不会涨 上礼拜 礼拜三 连续动两天 如果有挣下来 那是你的机会 礼拜四有没有挣下来让你买 最低359 按表超个加码买进 整理的七天 我预告礼拜五 第八天转折向上 所以礼拜四你要敢买 你不敢买 我带你买 当年盘中跌了107点 要出手 要出手买联马科 礼拜五 有没有大涨 来到372 买在360以下的基本单 跟加码单都大赚 这就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情 令人输入的事情 不是礼拜五去买372 礼拜五买372 你今天会套 今天剩368 买在360的 到今天368你还是赚 今天的一个量价结构 量缩价跌还会再涨 好吧 不用担心回档 还没有涨完 TBA今天小跌 小跌之后准备大涨 就他的一个NB的一个触控商机来看 产业趋势向上 本利比又很低 几倍本利比12倍不到 12倍不到 大力光几倍本利比20倍 所以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在1000块钱附近只有短线价差 这两天回档剩959 所以来到1000块钱的大力光 我相信20倍的本利比 你那时候再去中压 结果是会错的 好不好 但是就一个产业的一个趋势 以及本利比的概念来分析TBK 逢低都可以站在买方 五六融低点我认为很难跌破了 这是我的看法 另外群联的一个架构 今天创下破断新高 你跟我买在225以下的 到今天为止 我们仍然报下去 我还没有出 这两群联你看一下 上礼拜五来到24.5 连续两根黑鸡棒可以买 你有沒有看到 群联连马科 或是你刚才看到的一个操纵等等 股价在低档区出现黑鸡棒 我会不会带你进场 我会不会让你买得很安心 宏达电源是一样 280的以下的买点 是不是利用它不太涨的时候 赶快进场做卡位 高票就是要这样做 还没有动之前先布局 布完多单 等待利多小帮你抬轿拉涨停满 这样比较厉害 所以群联 当他连续两天黑鸡棒 我说可以买 我说可以买 股价有没有一飞冲天 从24.5来到今天的高点 259 赚了三十几块钱 那我要告诉你一个结论 赚了三十几块钱 如果这礼拜 他有小福德的压回整你 这礼拜如果他上涨空间不大 你也不用急着出 因为目标价还没有到 我把这礼拜的走势 以及我对他的看法 在今天跟你做一个结论 因为就群联的一个架过来看 从今年度的一个年初 1月3号 那时候200以下算我的 大家应该记忆犹新了 所以对于Nufflish的一个使用量 在SSD固态硬的需求身上 你会看到群联的业绩面 大幅度的成长25% 所以不是赚了几十块钱 就一定要出 或是不用出 你的一个操盘看法要有根据 根据来自价值型投资八大要素 我会把每一档股票 从产业潮流 市场供需 未来发展资产价值 本利比 量价筹码形态转折 帮你追踪的相当透彻 否则你怎么享受到 操纵将近五成利润 你怎么享受到 模组涨获利网 连续两天两根的一个涨停板 所以希望在接下一个大盘 的一个架构 8077的西波回档修正 真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股票 到底有没有选择对 重要的是 在西波的回档修正 这一波当中 有什么股票 值得你跟我一起来布局的 行情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上礼拜五这栏股票 模组厂的获利网的 第一季获利超越去年整年度的获利水准 市价买 当天供涨停 今天第二根涨停 成交两万多张 好进好出 真的很好赚 两天两根涨停板的机会 你看到了 接下来怎么掌握 另外桃源航空城的概念股票 之前一倍的掌握你看到了 这张股票目前有没有大赚钱的一个机会 我们的分析相当透彻 以及相当客观 希望价值型投资节目内容 所呈现给你的 是超额利润的一个结果 你想要拥有这样的一个操作绩效 欢迎你直接加入我的行列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领级国际饭店规划 台北湾四季之旅 2805 9898 第一手资讯 近在亚洲头部手机APP 资讯电话 022-2578-3777 2578-3777 超越大凡 领先市场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头部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头部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亚洲头部 亚洲头部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自己电话 022-2578-3777 2578-3777 02-2578-3777 亚洲头部 2578-3777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头部 头痛 请用五分钟 大部主力在哪里 主力筹码分析软体 法拉利赢家 能清楚掌握 大户主力筹码 让您用最简单的方法 跟着主力进出股市 轻松赚钱 赶快上网查询 近日主力动向 吹起疼 小病看小医院 大病看大医院 中风 心肌梗塞等急重症 区静快症 中重度及医院就医 分级医疗 守护全民健康 财政部台北市国税局 提醒您 自民国101年起 取消军交薪资所得免税 有关扣缴及申报问题 听下各地区国税局 购物消费 请使用电子发票 可对讲可捐赠 请不吝点赞